我想近日刷爆娱乐圈头巢的肯定就是姚迪答应男友求婚的事情 虽然姚迪这几年很少有影视作品播出 但几年前那部书一线明星的人气 还是让他被求婚这件事瞬间引爆 求婚戒指曝光 求婚视频 看了被曝光的东西 可以得知姚迪和男友非常甜蜜 据悉姚迪未婚夫是一个富二代 明显拥有不少产业 当然看他向姚迪求婚的戒指 就可以看出他的经济实力 确实应该还是可以的 极克拉亮闪闪的鸽子蛋 自然是证明男方经济实力最有利的证据 也证明他对姚迪的爱 不过有些事情就怕影员爆料 3月18月 没有答应和他在一起 还有姚迪的未婚夫 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 离过婚 有个女儿 投稿是因为希望姚迪别被骗 网友的爆料信息量有点大 首先这个网友的爆料 真假我们不得而知 仔细看一下网友爆料 晒他口中姚迪男友和他闺蜜的合影 网友晒姚迪男友和闺蜜合影中的男生戴着眼镜 有一点点小胖 再来看一下姚迪男友现身正面照 对比一下 两人都戴着眼镜 发型也很相似 两人的嘴巴耳朵 都有点像 不过姚迪男友要胖很多 你要确认是不是真的是姚迪男友 这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现在无法判断网友口中的姚迪男友 是否真的是姚迪男友 是不是同一个人 大家先来看一下对比图 假如网友爆料是真的 那姚迪真的要好好考虑了 具系姚迪的这个男友 是同学间多年好友 马苏介绍的 姚迪球或现场 马苏像主持人一样 在主持球 混进场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 马苏介绍的 网友爆料也好 还是哪里来的消息也好 希望都不要给当事人 造成很大的影响 感情的事情 还是留给当事人处理最好 现在无法判断 网友爆料的真实性 毕竟之前有很多 所谓的爆料是真的 但最后都被否认 希望网友爆料姚迪男友 不是富二代 离骨婚还有一个女儿 这件事是假的 毕竟真的希望姚迪 是真的找到幸福的归宿 我只想看过去杀了 我心里的感情 小颜色就是 小颜色就是